女孩只是想打开罐头盖 结果却被人掀开了天灵盖 惊恐的惨叫瞬间引起注意 可当佛伯的看到尸体是震惊了 尸体头部竟被对半切开 豆腐脑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这事刚从厕所出来的阿宽瞬间呆住了 明明上一秒还夸自己可爱的女孩 此刻却盖上了白布 阿宽根本无法接受现实 于是他立刻倒退时间想阻止一切 可原本只想回到一天前的他 却失误来到了六个月前 文言阿宽立刻就要穿越回去 但却怕能力再次失控去到侏罗纪时代 他发现自己被困在六个月前了 无奈他只好暂时留下来 很快阿宽就跟女孩熟悉起来 甚至还送了本学日语的书给了他 可女孩只是看了一眼 静就直接将日语说了出来 一瞬间阿宽惊呆了 他终于知道女孩为什么会被杀了 原来女孩拥有着超级记忆 于是阿宽连忙说起女孩未来被杀的事情 但女孩听后却只是笑了笑 眼看女孩根本不信 阿宽发动了超能力 就在女孩回头的一瞬间 阿宽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束花 甚至就连待会女孩要上的菜也被他提前上好 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瞬之间 可尽管这样女孩却也只认为是魔术 无奈为了让女孩彻底相信 阿宽将女孩带了过来 随后眼睛一闭 瞬间餐厅就出现了无数千纸盒 并且阿宽手里还拿着女孩被杀那天前往日本的机票 既然无法让女孩彻底幸福 那么就在那一天让女孩不去上班 但这天女孩却突然找到了阿宽 朝夕相处的陪伴让女孩爱上她 可女孩却想让阿宽离开 因为她的脑子里有着一个血管 她想在生命消散前表达出自己的爱 可本该高兴的阿宽此刻却满脸苦涩 行到深处两人越靠越近 不料这时阿宽却突然出现在了日本 一瞬间她慌了连忙想使用超能力回去 可不管她怎么努力 却依旧没有丝毫动静 她失去了超能力 而另一边还在等着阿宽回归的安逃 终于看到了推门而入的阿宽 但她却发现阿宽竟然不是传送回来